周五吃过早饭 先整理西碗鸡 然后就准备老三的午饭 今天做个鸡汤蔬菜粥 鸡汤和粥都是提前做好的 蔬菜当天真好 捣成泥煮进去 老大中午回来了 陪弟弟玩会儿 正好有鸡汤 我就中午吃了鸡汤挂面 老大他要吃披萨 肉汤蔬菜粥 什么都没有加 就挺有滋味儿的 下午接老二之前 先去超市买了点东西 主要是老三的腐食 还有尿布又快用完了 得补上 老二想吃现烤的华夫饼 只是卖华夫饼的人动作实在是太慢了 每次我们都要等很久 刚烤出来的华夫饼 热乎乎的 撒上肉桂糖 很香 回家有点晚了 就简单弄几个菜 我从国内团购了一些香醇 我特别喜欢吃香醇炒鸡蛋 小时候在姥姥家经常能吃到 再炒一个洋葱炒羊肉 和白菜炖粉条 还有前一天剩的一点五花肉 都给它汇到这个白菜粉条里了 晚饭很简单 但只要是热乎乎的就好 这香醇炒鸡蛋 还真就只有我一个人爱吃